退宿 玩具买多了 进入吃土阶段 但还是想玩玩具 所以就90块钱收了个故障驱动器 除了没有僵尸卡带 还有腰带的袋子都是全配的 首先这个把手破天荒的 没有偷胶 腰带底座也是 一点偷胶都没有 除了螺蛳孔 全体的紫色涂装还是很漂亮的 下面的两个解锁按钮也是有涂装的 按钮也一样 虽然说这一圈都掉漆了 触发按钮一样有涂装 但背面就省掉了 怎么可能会给你呢 这个伊拉克橙色的大炮这里 哎 一定掉成这样了 电锯这边就比较正常 只有一点点的微量瑕疵 两个卡榫 电池藏在这 解锁按钮用来拔卡带的 开关 喇叭在上面 首先先按这个B 再按A 再按A 打上把手 变身成功 按A 再按B 这和自己锯这点的手有什么区别 同时按 也没有特殊音效 拔下来 正常插 如果进入带机 插这边 B键 普通攻击 多了个爆炸声 不变身 直接插进去音效也是一样的 我就不看了 和握把的玩法已经介绍完了 到这个底座 接下来 接下来 随便买一个卡带 随便买一个卡带 再放必杀 在这个情况下再按一下这个按钮也是没有变化的 到这里这个单体的玩法就全部介绍完了 还有没有更多的扩展玩法了 这个东西八九十块钱再收一个普通的卡带还是不错的 它甚至不需要卡带 七八十块钱对应那么多音效我觉得挺值的 除非仪式感很重不然不建议收盒说 因为太贵了 那么我们就下次再见吧 感谢观看